门前的大峡谷 下面有路 听说峡谷里有个腔杆严景区 我们去看一下 铜心桥玻璃桥 这是腔杆严景区的游泳池 可惜现在已经楼区人空 虽然是对外营业 水池里的水都没有人来了 这是腔杆严景区的餐厅 工作人员很客气 让我们在里面用水用电 下面有些特色的客载 可惜这么好一个景区 你看都没有人 这是一个三安一级景区 估计不出名都没有人来 风景真不错 我们所有碗就是在这里 那这就是在腔杆严 就是依这块石头而取的名字 你们觉得像什么呀 今天又睡了一个好景 这里好吗 腔杆严这里还有樱桃采摘体验园 你们明天明年可以来哦 明年这里可以采樱桃 这是景区里面的一个乡村客栽 还在营业的乡村客栽 客栽的负责人太热情了 邀请我们供敬人餐 都可以吃 那你们自己制的 好好好 哇 这吃的小馒头 这个米饭是木桶蒸的 哦 这镇子 你们自己来 好嘞 吃完饭后我才了解到 不是景区没有人 是他们今天刚好过节 平时的人气还是挺旺的 这里已经成为红色教育学习的基地哦 腔杆严谨区 欢迎您哦 昨天路过这里 无意间看到这个人大代表之家 车辆停放处 我们昨晚就住车在这里 走进里面 这里有很大一个篮球场 很大一片宽阔的地方 停车场 这里就是街上村的党群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社 这是他们的便民服务大厅 有矿泽水喝 有矿泉水喝 街上村 这里有街上村 村民委员会 党支部委员会 党群服务中心的侧边 也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早上 在鸟羽花香中醒来 车水的外边 就是一片鲜花 到哪里 转腾 。